7. 信報財經新聞 證監會調查互股通交易 2015年7月27日要文社評A.02 徐夫與深港通開通在職 加上互港通自去年11月中已開始運行 中港兩地監管層面上互互聯互通 據接近監管機構的消息指出 香港證監會近日要求本地勤商提交互股通部分A. 股的交易資料 時段涵蓋內地股災在中港股市互聯互通下 兩地的監管機構可調查海宜的股票交易 中證監上週五提到 互港通開通以來 新增市場監察資訊交換有17宗 據悉 本地勤商近期亦收到香港證監會要求提供部分A. 股的交易資料 提交的時段涵蓋上月A. A.股爆發股災期間 有勸商指出 智惑港通開通至今約8個月以來 一直未有收過香港證監會要求提交A.股資料 猜測或與內地要調查A.股股災原因有關 其實 過去香港證監會亦不時會對股價 及成交量異動的股份作出查詢活動 但絕大部分為港股 證監會去年增向中介人作出9752項要求提供交易及帳戶紀錄的查詢 惡年增加71% 深港通系統就緒另外 雖然深港通未確定啟動日期 港交所00388的系統已經準備就緒 港交所發言人證實內部系統準備 包括與深交所的連接測試已經完成 待深港通宣布開通後 隨即會與勸商展開市場準備計劃及市場演習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上週五指出 希望深港通能於年內開通 香港證監會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表示 不會對此作出評論 要民證監會調查或股通交易